中国总参谋长房峰辉访问五角大楼 暗批美国重返亚太政策 印度大选揭晓 反对党人民党大获全胜 美国国会就六四周年举行听证 批评奥巴马政府重经贸亲人权 观众朋友们周末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2014年5月16号 星期五晚上的VOA卫视新闻 我是郑玉文 在六四周年前夕呢 中国当局再次抓捕一名维权律师 这一次是广州律师唐精灵 广州的公安在星期五以寻衅滋事罪 将他刑事拘留了 那么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 还有反应 也请您持续锁定今晚的VOA卫视新闻 那么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带您来关注的 就是在越南的反华暴乱 持续的蔓延 目前呢 越南的南部还有中部地区 都传出了严重骚乱 人员伤亡也不断在增加 那么中国政府已经在星期五 紧急派出了由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 所率领的工作小组 赶往越南来处理相关事宜 那么今晚节目当中 我们将会有来自华盛顿 台北还有北京的最新报道 首先我们看看在华盛顿 中国军方参谋总长房峰辉 他星期四访问了五角大楼 并且与美国的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邓普希 来举行了会谈 那么房峰辉他强硬地表示 中国呢在西沙的钻井勘探 这是一定要达成的 房峰辉他还暗示也批评 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 导致了一些邻国 那么发动了一些活动 导致了地区的不稳定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邓普希将军的态度呢 同样也很坦率 他说我们认为动用 还有使用军事装备具有挑衅性 而且肯定会增加风险 那么有关详细情况稍后呢 美国之音驻VOA卫视记者塞尔丁 将会有更多的详细报道 继续我们把焦点转向菲律宾 菲律宾人还有旅居菲律宾的越南人 举行了一场联合抗议活动 反对中国侵入菲律宾还有越南 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海域 那么星期五有一百多名的抗议者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中国使馆外 设置了警戒线 他们要求中国停止在越南宣称 拥有主权的水域进行钻碳的活动 自从中国上个月在越南专属经济区 设置了石油钻井平台以来 中越两国的船只就一直在该海域进行了对峙 美国的第七舰队在星期四说 希望能够加强与越南海军的关系 其中包括增加造访越南军港的次数 还有扩大两国的联合军演 那么此外菲律宾在星期四也表示 可能会向美军来开放靠近南沙的 巴拉旺岛的基地 以确保美军战舰 离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 可以更加的靠近 那么有关国家在南中国海主权纠纷 所引发的冲突可以说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在越南发动了反华活动 抗议中国在南海有争议海域 设置石油钻井平台之后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菲律宾人 还有旅居菲律宾的越南人 是联合举行了抗议活动 来反对中国的相关行为 那么美国对此态度到底是如何呢 我们下面立刻连线 BOA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请荣香来报道最新情况 荣香针对南海之间的这些冲突 还有纷争 国务院有什么最新的发表表态吗 国务院表示 支持人民和平集会的自由 不过在行使这项权力的同时 不应该诉诸暴力 国务院并且谴责导致死伤的暴力骚乱 国务院并且敦促有关的各方 自我克制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的简报 是通过电话来进行的 副发言人玛丽哈夫表示 美国在冲突发生之后 就一直和中国越南两国的中央 和地方层级官员 就此保持密切的联系 例如美国国庆克里 分别和中国越南的外交部长 通了电话 那由于这次美国的民众 并不是抗议示威活动的目标 因此美国国务院并没有针对 越南或是菲律宾 发布了旅游警讯 宇文 是 那么荣香我们看到了 除了中国与越南的冲突 在越南的暴乱越来越严重之外 那么现在根据最新的 菲律宾所发布的卫星图片 确实也显示 中国在有争议的海域 有相关的施工活动 美国国务院对此 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有争议的岛礁 中国称为赤瓜礁 菲律宾则称为马比尼礁 英文则称为约翰逊潜滩 这是中国和菲律宾两国 在不久之前 仁爱礁的争议事件 也就是英文所谓的 第二托马斯潜滩的争议事件之后 最新发动的有争议的焦点 那么美国国务院表示 一个国家在有争议地区 频繁活动 或是进行军事补举的行为 都会增加风险 导致错误估计 那么美国国务院 也敦促有关的国家 要确实有效旅行 南中国海行为宣言 避免在有争议地区 采取挑衅行为 而任何活动都应该透明化 那么南中国海行为宣言 是中国和东盟十国 在2002年所签署 其中指出了各方同意 不采取行动 使得争议更加的复杂化 包括了不在没有人居住的 岛 礁 浅 滩 等等 自然结构上面 居住或是进行活动 而有关的分歧 也应该通过 具有建设性的方式 来进行来解决 郁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荣湘在国务院 为我们报道 美方的一个最新的反应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一次在越南的反华暴动 起因就是中国与越南 在南海的争议 可是在越南的台湾企业 却受到了波及 台商几乎是无一幸免 那么在暴乱发生之后 积极协助台商返回台湾的 民进党立法委员林佳龙 甚至呼吁 马英九政府应该要尽快地 来与中国政府进行切割 以避免更多的台商 遭到了波及 我们下面立刻通过电话连线 就请林佳龙委员 来谈谈他的看法并且为我们进行分析 林委员你好 你好 对 欢迎您 那么首先跟我们提一下林委员 是林委员想先请教您的就是 为什么要提出所谓的与中国切割 理由在哪里 我们也看到中国在国际间 一向坚持这个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 台湾到底要如何才能够进行切割呢 这一次在越南的台商是最大的受害者 起因两个因素 一个是中越的主权的冲突 另外一个是一中称策的一个伤害 那么因为越南人以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也分不清楚台湾人跟中国人的差别 那这一方面固然来自于北京政府 长期以来就是视台湾为它的一部分 但是也跟台湾的政府 那么没有在对外交的事务上面 尤其在对这一个跟中国有领土或领海冲突的 这些周边国家 那么去清楚传达 台湾并不属于中华的民共和国 那么台湾人跟中国人也是有差异的 所以也导致这一次在瞬间爆发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反中或反华的一个暴动的时候 台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实际上台湾跟越南是最重要的一个 在这个东协国家的一个贸易伙伴关系 也是投资越南的前三大的一个外资 那么普遍的大家平常的关系都是不错 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呢 因为中越的冲突导致台湾受害 那么固然我们要求越南政府 必须妥善的保障台湾的 台商的人的一个生命跟财产的安全 要求他们要这个求偿 那么事后要能够重建这个关系 但是台湾内部也发起了一个声音 就是说我们自己也必须要检讨 那么最终的政策 包括对东协国家的这个关系 所以我想这次是对台湾来讲很大的震撼 那朝野的这个立法院的委员也都有共事 今天也通过了一个决议 这个要求呢除了谴责越南政府 那么没有这个强力的去制止这样的一个暴动行为之外 那么对于他们我们希望说能够也公开的对外表达 那台湾跟中国是有差异的 那么我们也希望说国际上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这个是我这一次 我想在接洽的事情里面 这个越南的台商跟台湾人普遍希望我们 最外能够再为表达的一件事情 是那么林委员 最后我们大约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 简单跟我们谈谈 目前在越南的台商 是不是大部分都已经回到台湾了呢 那么对于在越南遭到了这样的波及 大部分台商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 当然如惊弓之鸟 那第一个时间当然希望寻求台湾政府的协助 那但是动作还是政府还是太慢 那事实上在越南的台湾人有4万人之多 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撤退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继续的能够派专机 能够接送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当然也在等制派整个稳定下来之后 再来判断下一步怎么走 所以有关于台商的部分 我们希望说越南政府 因为5月18号 他们又有一个大的这个示威游行 能够保障台湾人的一个安全 那么后续我想越南驻台代表也公开对待道歉 那我们希望他们有效的采取行动 来保障在越南台湾的上 台商的一个安全 那么台湾也必须持续的护送 这一些台商能够平安的返回台湾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是台湾的民进党立法委员 林佳龙 林委员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 那么对于各方呢 这次把矛头指向在中国 还有在越南的这场暴动 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 中国总参谋长房峰辉 刚刚我们也报道了 他把责任归咎于是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 他说有些国家呢 趁着美国重返了亚太 在南海还有东海挑起了事端 才会导致这次越南的严重暴乱 房峰辉的说法是不是代表北京的立场呢 那么中国又为何把美国也卷入了这场纷争呢 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 请在香港的开放杂志总编辑金中先生 来谈谈他的看法 金中先生您好 您好 是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首先想请您跟我们谈谈 您也听到了刚刚有关于房峰辉总参谋长 他的说法 您赞同他的看法吗 我当然不赞同他的看法 因为这个是在越南和中国之间发生的事情 根本没有美国的这个重返亚洲政策 一样会发生 是不是 所以他这个嫁回于美国 这个是完全是一种过去文革的 冷战的一种思维方法 是 那么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南海 这个东海的这些纷争不断地在升级 不断地白热化 那很多人也质疑说 这是不是与中国在这些海域所进行的一些强势的手段有关 中国所谓的大国崛起 这一次是不是提到铁板了呢 您的看法 是 当然这个对于南海海域 对东海地区来讲 中国以前他们叫大象 现在他们自己说是醒来的狮子 那都是令他们感到恐惧的一个现实 中国现在的军力和整个的财力都极大的膨胀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东南亚的小国 他们这个南海周边的一些国家 会有这样的感受 对中国的一种恐惧 威胁论的感受 是 那么金钟先生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还想请教您的就是 在这一次越南的暴乱发生以后 我们看到中国的反应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是到了星期四的晚上 才退越南发出了所谓的严正抗议 那么在星期五呢 紧急派出了一个工作小组到越南 有人质疑 为什么北京的行动如此的雌缓 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 甚至有很多的中国官方媒体 对这个都是低调来处理 您认为它其中的关键问题何在呢 这里的关键呢 我想他们官方心中是有数的 就是越南为什么突然会爆发这么大规模的 几乎是全国性的反华浪潮 那当然跟中国的这个强势的表现自己的这种企图心啊 在对南海的这种主权占有的欲望 是直接相关的嘛 所以这个他们已经采取了强力进入的这种姿态 是不是啊 所以当你老百姓这么多越南人出来抗议 反对了 那当然他们他们会会感受的很难办的 是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香港开放杂志的总编辑金钟先生 介绍我们美国基因的访问 谢谢您 那么刚才在新闻当中 我们也为您提到了中国的总参谋长房峰辉 正在美国进行访问 那么他在五角大楼访问时 也特别针对最近的南海争议 以及越南的暴乱 提出了他的看法 那么他的说法呢 也引起了一些相关的讨论 下面继续 就是BOA卫视记者塞尔丁 发回来的采访报道 黄芬辉抵达五角大楼的时候 受到了隆重军礼欢迎 他在军业和礼炮声中 点阅了一战队 双方握手致意 不知问候 不过黄芬辉此访 正值南中国海问题关键时刻 中国本星期决定 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 设置钻井平台后 在越南引发的抗议活动 已经造成一人死亡 但是黄芬辉不时时机地为中国辩护 显示中国毫无退缩的迹象 中国在自己的领土海域打井 完全是一种正常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 越南他们出动了一些舰船 来进行干扰和破坏 黄芬辉还指责菲律宾等国 马尼拉正在抗议中国企图在一处 有争议的岛礁上修建检疫机场 菲律宾政府态度也非常强硬 菲律宾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说 中国的言行自相矛盾 其行动加剧了紧张局势 并且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对此房峰辉表示 在南海和东海这些问题上 主要的责任不在中方 是说得到 做得到的 我们来讲老祖宗留下的土地 一寸也不能丢 美国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 邓补锡将军的态度同样很坦率 我们就现状 以及到底是谁在试图改变这种现状等 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我们认为动用和使用军事装备 具有挑衅性 而且肯定会增加风险 詹姆斯·哈迪是检视防务周刊的分析员 他认为低估中国目前的行动将是危险的 传统上中国对如何改善其在亚洲的地位 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眼光 无论这种眼光是在东亚以日本为目标 还是在东南亚地区以南中国海为中心 黄丰奎此次参观了美国的一系列顶尖军事设施 并且登上了美国的主力战舰 评论认为美中军事交流的深度显著加强 不过他的访问确实伴随南中国海紧张局势逐步升级 美中军事交流不得不面对严峻的政治现实 针对北京与河内以及马尼拉目前的紧张关系 路透社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军事官员的话说 现在的问题是有关美国如何看待中国长远战略目标的根本问题 再度摆在美国面前 北京目前的行动规律似乎表明中国不断通过威胁和动核手段 解决领土主权问题 他还说北京的行动实际上在加剧美中紧张关系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再过两个多星期就是六四事件的周年纪念了 在此前夕美国国会召开了六四听证 重批了奥巴马政府 重经贸 轻人权的对华政策 与此同时 中国也再逮捕了一名维权的律师 稍后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 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 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 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的记者分享 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 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式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印度 印度大选的早期计票结果已经显示了 反对党具有印度教民族主义倾向的人民党是大幅领先 那么随后印度的执政党国大党 他们已经在星期五承认了败选 人民党的候选人莫迪也将要出任下一届的印度总理 莫迪在中印边界争端的问题上是采取强硬的立场 国大党因为一系列广受关注的腐败丑闻 高失业率还有经济发展速度迟缓 可以说饱受打击 印度媒体估计 人民党赢得了足够的议会席位来成立政府 并不需要与地区领导人共同组建联合政府 印度选举委员会说 这次大选从上个月开始 有8亿1500万登记选民中66%的人参加了投票 这项投票率也可以说是创下了历史的最高纪录 继续我们看看在中国六四事件25周年的前夕 中国警方拘留了著名人权律师唐精灵 这也是中国当局持续打压异议人士的最新行动 唐精灵的妻子在星期五说 警察从他们在广州的家里面把唐精灵带走 他们说唐精灵涉嫌制造混乱 唐精灵律师曾经为许多土地被强征的人士 还有人权活动者进行维权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 蒲志强的代理律师屈正宏 日前也被警方刑拘 罪名是涉嫌非法获取个人信息 屈正宏是蒲志强的外甥女 那么蒲志强在被拘留之后 他也曾经以家属的身份在微博来发布消息 屈正宏还有蒲志强同属于一个法律事务所 另外包括南华早报的前驻经记者吴威 还有日本经济新闻的中文新闻助理新建 也都因为与蒲志强相关而遭到了当局的拘留 我们看到在每年的六四周年前夕呢 北京都会拘留或者是软禁活动人士 很显然是为了要阻止人们来纪念那一次的血腥镇压 那么今年的打压行动呢 不仅是大幅的提前 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北京的社会活动家维权人士胡佳 他已经被居家软禁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就请胡佳来我们介绍他的最新情况 还有在北京目前的状况如何 胡佳你好 我们想首先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先来看看北京抓捕行动的这最新一批 包括了非常著名的维权律师蒲志强 还有记者高瑜等人 那么国际间的谴责声浪当然不绝于耳 但是北京呢继续的毫无顾忌的采取他的这个拘捕行动 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趋势是不是值得令人担忧呢 这个趋势已经我们可以感觉到当局已经不择手 而且他们毫无顾忌了 这我觉得说接近的六四的压力已经让当局在这个事情上的话 他们破开了所有的底线 就是说不管你是在以前被边缘化的那些人士 还是说处于社会主流的这样的话语权 包括蒲志强律师 还有是有余教授 这个郝健教授 他们这些就是极度温和 然后极度在法区框架内做事的人 那么也在他们的这种打击对象 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当局现在祭出的这种震慑维稳 可以说是在全国各地都不开了 尤其在政治中心北京 这都是六四二十五周年当局感受到的切实的压力 它的压力之下的一种反作用 是 那么胡佳你刚刚也提到了 这个中国当局的打压是毫无底线了 那么很多人也担心现在距离六四周年 只剩下两个多星期的时间了 这一连串的打压行动 会不会影响今年的六四相关纪念活动呢 六四这件事情 因为今年我们发起 启动了这个重回天安门的这样的行动 穿着黑衫重回天安门 那么呢 对于25年来的话 这一次的六四实际上是除了1989之外 维稳安保期最长的 从1月17日赵子阳先生的九周年的忌日 将会持续到6月8号为止 而且就我 因为在2004年我去天安门广场献花 纪念六四死难者 所以说我可以切身地感受到他们这些年 因为我本身是他们的维稳对象 切实地感受到他们的这些六四方面的力度 那这一次的的确确是十年来最为严厉的 在北京这个城市的话 许多人将会被旅游 那么在外地的话 许多的这些行动者 包括意见者维权人士呢 受到警告 不允许前往北京 不允许参加重回天安门的这个行动 那现在来讲的话 他之所以痛下这种重手 就是说 对于开一个简单的研讨会 五年之前 任何事情都 任何麻烦 几乎都没有产生的 这样的一个小型的研讨会 所以就会有五名这个就是说 历见人士被抓 那就是因为的话 他们这一次已经感觉到 如果说今年的六四 有像二十五年前那种封烟 怎么说呢 封烟再起的这种形式 现有的社会矛盾下 许多的那种社会诉求 通过六四的这种纪念的话 重返了天安门 那对他们来讲 某种意义上是毁灭性的 所以说 他可以用它的网格化维稳 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基点 来控制 昨天的话 北京的那些反恐防爆车 沿着六环 行进了一百多公里 头顶上两架直升机 全程的这样的跟踪 这都是在制造一种紧张的氛围 我们不否认 它有那种反恐的职能 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 搞这种形式的演练也罢 是这个就是说 一种展示也罢的话 那无非就是秀他的肌肉 告诉他们 在二十五年前 那些机员部队 能够做到的事 现在这个充分的 这些防爆警察呀 这些特警啊 他们可以完成了 是 胡佳 我们也知道 你在这个被居家软禁 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那么现在是还有这个英特网 可以进行 跟我们进行这个网络上的连接 我们也非常感谢你 为我们提供 在北京的目前最新状况 谢谢胡佳 谢谢 好的 那么美国之音 也将会在我们的各节节目 还有我们的网站上 为您来持续的追踪报导 这些遭到了当局拘捕的意义 还有维权人士 他们的最新动态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 美国之音 或者登入我们的中文网 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好 那么继续呢 我们把焦点再转回到美国 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 他的外交政策呢 在近来遭到了许多的批评 那么在这些批评者里 不仅仅是有共和党的议员 还有保守派的大佬 还包括一些中间派的人士 他们的批评是什么呢 他们说奥巴马的外交政策 相当的混乱 软弱 还有孤立 还有人认为奥巴马的外交战略 是符合美国公众舆论的 而公众舆论呢 则是受到了十多年战争的影响 有关详细情况 下面就是美国精 驻白宫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无视美国制裁 有俄罗斯撑腰的势力 仍然控制着乌克兰部分地区 此外还有叙利亚及埃及的混乱状态 中国对领土主权强硬的态度 以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进程 陷入僵局 奥巴马总统的海外政策 遭到了抨击 奥巴马前不久访问亚洲期间 被问及他的外交政策理念 针对我们外交政策的批评 通常指向未使用武力 但我想到的问题是 为什么在我们刚刚经历过去十年 令我们的军队和预算 都蒙受巨大损失的战争之后 每个人还是那么急于使用武力 美国人并没有急于使用武力 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 不支持美国派兵 介入外国的冲突 但是许多人仍然希望 美国在解决危机 在全球推广民主方面 能够起到带头作用 我来到开罗 就是要寻找新的开端 在具有标志意义的 2009年的开罗演讲中 奥巴马承诺支持中东 发生的民主变革 一个国家不能将其政体 强加给任何其他国家 但这不是说 我会降低自己的承诺 即政府应该反映 人民的意愿 随后阿拉伯之春爆发了 埃及尤其是叙利亚 陷入混乱状态 在叙利亚问题上 在阿萨德政权使用 化学武器之后 由于没有威胁 对其发动进攻 以至现在基本无法介入 使得美国的形象受损 分析人士拉里考博说 在看待叙利亚问题时 奥巴马总统说 好吧 代价是什么 叙利亚人民 会不会欢迎我们 我们当时想 伊拉克人民会欢迎我们 但是大多数人 并不欢迎我们 尽管困难重重 阿巴马政府还是发起了 另外一个旨在实现 尾巴和平的新的尝试 但是没有成果 分析人士 艾布拉姆斯说 我想他们觉得 我们应该尝试 我认为 特别是克里国务卿 在这方面所投入的精力 广受钦佩 可是我不得不说 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任何时候 在任何事物上的失败 对于美国都是不利的 因为那样显得 我们遭人蔑视 或者没有人 把我们的意见当回事 而阿巴马的努力中 可能风险最大 也可能形成突破的是 为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 而与其所做的一场 历史性交易 阿巴马在信选的时候 曾经承诺 要从世界各地的冲突中 抽身专注于国内的发展 这个战略是否正确 只能交由历史评判 VOA卫视新闻报道 另外联合国的观察员说 在乌克兰东部的 反政府组织暴力活动 已经导致该地区的人权状况 在急剧的恶化 联合国人权事务主管皮莱 在星期五说 联合国的调查结果 还令人对今年三月份 被俄罗斯兼并的 克里米亚地区 少数族裔 所面临的困扰 深感忧虑 基辅还有他的西方盟友 都没有承认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兼并 俄罗斯指责联合国的调查 是出于政治的目的 缺乏客观性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英国的 外交大臣黑格说 如果俄罗斯试图要干扰 乌克兰在下个星期 要举行的总统选举 那么美国还有欧盟 将会对俄罗斯来实施 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 克里和黑格目前正在伦敦 与法国意大利 还有德国的外长 在讨论乌克兰的危机 有关详细情况下面就是 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 从伦敦发回来的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说 如果俄罗斯介入乌克兰 5月25号选举新政府的投票 欧盟和美国将准备 对俄罗斯采取更加广泛的制裁 俄罗斯对选举的行为 将决定我们是否会对其 采取更加广泛的经济和贸易制裁 提议俄分离主义者占领了 乌克兰东部的一些政府建筑物 并在两个地区宣布拥有主权 同时拒绝乌克兰下星期的 总统大选投票 黑格没有说明 俄罗斯可能采取 影响投票的什么行动 才会引发美国和欧盟 进一步的制裁 我不想说明 也不会做出明确的定义 如果我们设定一个红线 俄罗斯就会知道 他们可以逼近那条红线 而不受到制裁 克里国务卿说 向俄罗斯传达的信息很简单 让乌克兰投票 让乌克兰人民选择他们的未来 让他们在一个公正 公开 自由 能进入的选举中 做出这些决定 美利坚大学教授达顿说 制裁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对欧洲的影响 要远大于对美国的影响 我们很容易说制裁 因为这种制裁 对我们没有多少影响 但对其他人代价却很高 对欧洲人来说 这些制裁大价很高 因此他们必须要有强烈的政治意愿 才能够推动实施 克里说他希望能避免 更严厉的制裁 在降低危机程度上 获得俄罗斯的帮助 我们希望俄罗斯 能和我们一道鼓励投票 鼓励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者 告诉他们 他们应该按照目前已经制定 俄罗斯帮助制定的进程走 给这个进程发挥作用的机会 乌克兰星期三在没有亲俄 分离主义分子参与的情况下 展开了民族团结会谈 克里说 这个进程是增加自主权和权力下放的 严肃具体计划的一部分 俄罗斯表示 对乌克兰东部将俄语民众的权力 感到担忧 克里说 基辅基于的自治程度 远远超过俄罗斯任何地方 享受的自治和权力下放的程度 斯特恩斯伦敦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VLA卫视新闻 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 在星期四就天安门事件25周年 还有它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影响 举行了一场听证会 国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 在听证会上说 六四以来 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 并没有体现美国的价值观 他说六四后的对华政策 是加强了他所谓六四屠杀者的力量 他甚至还建议 要将中国驻美使馆前的街道 改名为刘晓波路 有关详细情况 下面就是记者思扬的采访报道 来自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 及国会众议员沃尔夫 星期四在美国国会下属的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 作证时说 美国在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 通常不遵守他们国内的基本价值观 他们发展关系的时候 是以贸易和市场准入为主 常常的牺牲人权 宗教自由以及法治 沃尔夫是美国国会当中 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议员之一 他在证词当中提到 天安门事件中的那张著名的照片 王伟林只身阻挡解放军坦克 他说这张在西方世界影响广泛的照片 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 当天举行题为 中国的稳定天安门事件 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听证会 议员们希望了解六四事件以来 中国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挑战 中国异议人士的处境 中国的言论自由 以及媒体管制的情况 沃尔夫称 六四之后 美国历届政府执行的对华政策 已经证明是错误的 他指出 中国的经济开放 并没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 带来政治的开放 他说 中国的人权记录 令人痛心的糟糕 中国的异议人士 宗教人士和西藏 新疆少数族裔 还在受到打压 但美国却放弃了对人权的追求 他说美国六四之后的对华政策 实际上赋予了六四屠杀者 力量和财富 历史的一个可悲转折式 通过扩大与这个政府的贸易 我们使得那些应该为六四负责的人 更加的富裕 更加的有力量 更加大胆 当他们子女开着宝马和奔驰豪车 在美国东西部的城市里畅游的时候 这就是衰落的样子 他说六四二十五周年 是美国向中国政府发出 美国依然重视人权信号的好机会 他说下个星期 他会向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市长 以及市政厅提交信函建议 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的街道 更名为刘晓波路 通过把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路 更名为刘晓波 我们向中国发出一个信号 那就是美国依然有决心 并保持警惕 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 他说即便这只是一个象征 但是象征也有力量 VOA卫视 斯阳 任玉阳 华盛顿报道 那么尽管美国的国会议员 国际组织等都不断地对中国 提出了谴责和警告 中国当局呢 在最近仍然是展开了 大规模的镇压异议人士的活动 传讯 逮捕 或者是刑事拘留了 多名人权活动人士 记者 律师 还有学者 那么这些镇压活动 更是从北京 一路扩展到了浙江 上海 还有广东等地方 很多人就质疑 中国当局 为什么如此紧张呢 下面就是BOA卫视记者 丽雅 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国当局最近在全国范围内 展开了新一轮打压 异议人士的行动 除了北京的高瑜 向南夫 朴志强 胡石根 许有余 郝健 刘迪等人以外 维权网发布消息说 广东当局日前又以 巡选滋事罪拘留了五个人 我觉得是很显然 中国政府今年特别紧张 他这种行为是因为不自信 一种紧张造出来的 今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 而且在这之前 各种声音都非常的多 民间也有一些纪念活动 国内国外都有些纪念活动 杨健力博士曾经因为调查 中国的公朝 而被中国当局判刑五年 与最近被拘留的胡石根是欲有 政府当然他感觉到 这个可能会给他造成 很大的威胁 他也非常了解民意是什么样 而这种民意呢 造成了他们的恐慌 所以呢就造成了十几个人 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纪念会 就成了巡逐滋事 在自己家里一个纪念会 成了巡逐滋事 这是非常荒唐的 北京华欢律师事务所的 律师肖国珍也认为 当局的抓捕行动 与六四纪念日的临近有关 今年是六四研讨会 是六四的二十五周年 当局对民间可能发生的 纪念活动如临大敌 非常恐惧 目前在美国的肖国珍律师认为 政府的打压会起到 貌似相反的两种结果 一种就是 民众会有所忌惮 他的纪念活动 他会比较低调 会比较小型 会比较隐蔽 这是一种趋向 那么另外 也有可能 有另外一种趋向 就是 连如此和平的聚会 如此小型的聚会 如此低调的聚会 在一个私人家庭里面 举行的聚会里都要打压的话 那么我们没法活了 因为作为民众 作为一个人 所享有的基本的人权 连游行集会 示威的权力都有 更何况在一个家庭聚会呢 那么当局的这种打压 也有可能激起更大的反弹 这位非常关注人权问题的律师 认为 在中国公民意识 日益强大的今天 当局这样做 需要付出很大的政治成本 而且是得不偿失 人权活动人士杨靖利 认为 中国当局 当然会进行政治上的计算 他认为 打压虽然会起到 一定的寒蝉效应 但是民间的不满情绪 积累到一定程度 必然会出现大爆发 因此当局虽然进行政治计算 但是事情的发展 往往不是他所能控制的 那现在的当政者 可能他就非常短视 他就说 哦 我不管总爆发了 我今天能过一天就一天了 往往独裁者就是这个样子 他能够压一天压一天 压一天压一天 但是一旦崩溃的时候 那崩溃得非常快 这位异议人士还特别指出 习近平本来与六四事件无关 但是如果他当政期间 每年都对纪念这一事件的人 进行这样的打压 那么他手上也就沾上了血债 BOA卫视 利亚华盛顿报道 中国导演贾张科 他的最新作品 天注定 这个星期呢 在英国正式的上映了 这部根据近十年来 在中国所发生的 四个真实事件 所改编的剧情片 去年在法国的 嘎那电影节 获得了最佳剧本奖 不过呢 中国政府到现在 还没有批准这部影片 在中国上映 有关详细情况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 陈怡的采访报道 天注定取材于发生在中国的 四个社会新闻事件 中国导演贾张科 以电影语言来关注 当代中国社会 暴力资深的社会背景 包括贫富差异 社会不公正 司法不公正 等社会问题 以及个人的精神困境 贾张科也因这部影片 而获得加拿大电影节 最佳剧本奖 并应邀担任今年的评委 心情很高兴 很快乐 因为我觉得不单是 我的电影受到了肯定 而且是我电影里面 所讲述的 普通的中国人的生活 受到了关注 我觉得这个是最开心的 但是由于天注定 还没有通过 中国国家广电总局的审查 在中国上映的时间 从原计划的去年11月 推迟至今 英国首映前夕 贾张科在接受 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 希望中国大陆 可以尽快实行 电影分级制度 一方面可以保护 青少年的权益 另一方面 也能够保证作者 和导演的创作自由 天注定所讲述的 四个故事的角色原型 取材于胡文海 周克华 邓玉娇 以及富士康跳楼事件 正是这部影片中 所涉及的 中国当下的生活 以及所表现的 一些人的极端处境 让审查部门 有一些疑虑 担心可能引发的 社会讨论 因而暂缓 在中国的放映 贾张科曾多次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社会 从未广泛地 讨论过暴力问题 而现实是 这样的暴力事件 越来越多 他希望通过电影 来直面这个主题 因为只有些了解 暴力产生的原因 才能减少暴力的发生 美国之音记者 陈宇 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看的是 美国精英的 VOA卫视新闻 围绕在尼日利亚 总统乔纳森 他星期五 到底会不会视察 伊斯兰激进分子 在上个月绑架了 200多名女学生的 西北部城镇的问题呢 可以说 一直都有着 相互矛盾的报道 尼日利亚的高层政府官员 是在星期四 对记者表示 乔纳森总统 在前往巴黎 出席一个会议前 将会视察 博尔诺州的 西伯克村 但是此后不久呢 尼日利亚的国家信息中心协调员 奥美里 则对美国精英表示 这一报道 是不确切的 继续我们把镜头 转向土耳其 在土耳其索马镇 一个煤矿井 发生爆炸起火 导致了280多人死亡之后呢 土耳其能源部长说 目前最多 还有18个人 被困在井下 有关官员预计 最后的死亡人数 很有可能会达到 大约302人 目前还不清楚 仍然困在井下的人 是否还活着 星期二 由一个变压器爆炸 所引发的大火 造成了土耳其 有史以来 最惨烈的矿难 几天来 井下的火一直在燃烧 影响了寻找 幸存者的努力 目前两天都过去了 这座矿井 没有再救出 任何的幸存者 接着我们把焦点 转向朝鲜半岛 朝鲜当局说 他们将要进行 第四次的核实验 华盛顿观察人士说 平壤可能会选择 一个具有象征性的日子 来进行核实报 有关详情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 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再次威胁 要进行第四次核实验 上星期六 朝鲜官方媒体 发表声明说 平壤的核计划 是为了保护主权和尊严 平壤表示 它正面临美国 和韩国的威胁 西方媒体和观察人士表示 从以往例子来看 朝鲜可能会选择 一个特殊的日子 进行核实报 维克多查是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朝鲜问题主任 他曾经担任过白宫亚洲事务主任 他们在7月4号那天进行了至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实验 那天在朝鲜是7月5号 又是小布什总统的生日 一箭双雕 在奥巴马出任总统之后 平壤又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 进行了第二次核实验 我想他们不是随便的挑选了这些日子 这是战术决策 不过维克多查说 朝鲜推迟核实验的时间 也有军事和技术原因 不排除朝鲜还没有彻底做好第四次核实验的准备 朝鲜是21世纪唯一引爆核武器的国家 朝鲜核项目已经成为一个对全球的威胁 专家说 以前有50%的人会说 朝鲜追求核项目是作为谈判筹码 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 可是今天平壤想成为一个核力量的野心 已经越来越明显 如果你今天在这里做调查 结果将是90%比10% 90%的人会认为 他们显然是想成为一个核国家 专家表示 如果朝鲜进行第四次核实验 联合国将通过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 自从朝鲜去年进行核实验之后 朝鲜的主要盟国中国 开始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 包括暂停旅游项目 终止中国银行 同朝鲜一家主要银行之间的交易等 美国国务卿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格林·戴维斯说 外交方式仍然是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唯一途径 戴维斯星期二在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表示 我很乐观 我相信除了外交途径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会找到办法 我们会取得进展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 到目前为止 国际社会对朝鲜采取的孤立和制裁措施都没有奏效 六方会谈必须拿出新的策略来解决朝鲜核危机 美国之音叶返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今年是美国九一事件的13周年纪念 那么在纪念前夕 九一国家纪念博物馆也在这个星期正式的落成了 这起发生在2011年9月11号的恐怖袭击 造成了将近3000人丧生 下面就是美国精 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部分911难署出席了落成典礼 这座纪念博物馆位于原世贸中心双塔大厦所在地 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两架民航客机 撞毁了这两座 摩天大厦 奥巴马总统说 博物馆在提醒人们记住美国历史上 这个可怕日子的同时 也再度确认了美国人在911恐怖袭击中展现出的爱 同情和自我牺牲等可贵品质 任何恐怖行为都无法战胜我们国家的力量和精神 如同博物馆今天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坚固墙壁和基石一样 没有什么可以摧毁我们 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们作为美国人的特质 奥巴马总统还讲述了威尔士克劳泽的故事 克劳泽当时是在世贸中心工作的一名年轻人 双字塔遇袭后 他在楼道里跑上跑下 帮助几十个人摆脱了险境 但他自己却在大厦坍塌后丧生 克劳泽在遇难当天头上戴的红头巾 如今成为博物馆的陈列品 在星期四的落成典礼上 克劳泽的母亲爱丽森·克劳泽讲述了他的期望 我们希望当人们来到这里 看到这条红头巾的时候 他们可以记住911当天 大家怎样互相帮助 并因此获得激励去做同样的举动 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 这才是911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 我们看到了荣誉勋章 这也是美国政府要向军人来颁发的一个最高表彰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的期间 到目前为止 只有3400多名军人获得过这项殊荣 那么就在这个星期 美国总统奥巴马向陆军军事凯尔怀特颁发了荣誉勋章 主要表彰的就是他在阿富汗服役期间的卓越功勋 下面就是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 从双子塔倒塌的时候 怀特只是一名高一的学生 短短五年过后 他就成为富有传奇色彩的第173空降旅天兵部队的一名优秀的反兵 怀特的战友说 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 在颁奖仪式上 怀特将荣誉归功于他的战友 如果没有我的战友们 我就无法获得荣誉勋章 我是为了我们整个团队而佩戴这名勋章的 退役的美国陆军专业下士凯恩施林 在阿富汗服役期间手脚受重伤 但是他说 如果不是因为怀特 他恐怕不能活着回来 他总是说别人也会这么做 但他的作为远远超乎常人 使怀特成为战争英雄的这场战斗 发生在阿富汗东部努尔斯坦省附近的阿拉纳斯村落 2007年11月9日 怀特和三连的13名美国战友 在和附近村落长老开会之后 返回营地的途中遭遇袭击 遇袭后 怀特军士士林专业下士 海军陆战队军士菲利普伯克斯 排长马修菲莱拉中尉和他们的翻译 很快和连队其他人失去了联系 怀特迅速投入战斗 他在还击敌人的同时 为重枪的士林包扎伤口 尽管他自己头部被撞伤 但还在试图营救另外两名战友 我看到凯尔来回飞奔 子弹打在岩石上 在他四周见起火花 凯尔的军装 他的爆化机还有武器 全被子弹击中 凯尔怀特后来找到一部 可以使用的陆军无线电布化机 发出呼救信号 直到援兵几个小时后抵达 现在怀特在手腕上佩戴了一枚手镯 上面刻着牺牲战友的名字 他告诉别人 这些战友在同样的情况下 也会像他这样做 我没有时间考虑太多 我的战友身处险境 他需要我的帮助 那次战斗中 总共有六名美军阵亡 美军官方说 如果不是怀特的英勇行动 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 今年27岁的怀特 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 担任投资分析师 他退役后被确诊患有创伤后心理压力障碍 他说 为了摆脱战场上的回忆 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咨询 怀特说 每天他都会用阵亡的战友 来激励自己的所作所为 并为自己活着 走下战场而心存感激 继续我们来看看是美国的政治消息 在美国许多州的共和党人 即将要举行初选 他们要推举候选人 来参加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 其中一些初选 被视为是对保守派的查党运动 一次重要的考验 中期选举攸关两党对国会的控制权 而部分查党候选人的超高人气 据报道已经在衰退中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尔 从肯塔基州发回来的报道 立场保守的肯塔基商人马特贝文 几乎走遍了肯塔基州 角逐联邦参议员席位 他说所到之处 他都听到选民们表达同样的担忧 他们担心经济 他们担心能否保住自己的工作 更不用说他们的孩子和孙辈的就业了 肯塔基州暴龄格林的选民 比如布莱恩和克劳迪亚斯托罗夫妇 就有这样的担忧 他们希望候选人能给肯塔基 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的失业率仍然比全国平均值高出很多 三月份是7.9% 人们很惶顾四周 想知道政府能有什么政策来促进就业 贝文在保守的查党选民中很受欢迎 这些人是共和党2010年 全国中期选举获胜的关键 那次选举改变了国会众议院的权力平衡 查党人士担心的是政府角色不断扩大侵入他们的生活 奥巴马总统的依改法尤其让他们不满 在中西部的爱尔华州 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马特·惠特克说 四年之后 保守派选民对奥巴马一改的怒火仍在燃烧 这可能是很多选民脑子里的头号问题 为什么 就是如此 它对人们的生活有重大影响 不过肯塔基大学教授阿尔克罗斯说 这种影响力可能还大不到吸引很多选民参加 今年中期选举的程度 我觉得那些完全是被查党激励起来的人 已经产生某种疲倦感了 北卡州就是一个例子 北卡的共和党建制派的候选人 击败了查党对手 赢得了本党参议员候选人提名 不过在内布拉斯加州情况又不一样了 查党的支持帮助本萨斯赢得了共和党参议员初选 然而在肯塔基州 虽然有查党支持 马特贝文的民调数字 却落后于现任共和党籍参议员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虽然麦康奈尔支持率很低 但是还是压贝文一头 有意思的是 在竞选之初 有一次的民调中 对麦康奈尔工作表现的满意度 跟奥巴马一样低 人们并没有多么深深热爱麦康奈尔 如果麦康奈尔拿下初选 他将在11月的大选中 面对民主党挑战者 这可能是他平生最艰难的选战之一 这很重要 因为他是共和党的领袖 信任共和党议员中 地位最岌岌可危的就是他了 克罗斯说 共和党人不能输掉 坑塔基州的参议员席位 因为他们的全国战略 是拿下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 成败与否 取决于查党支持的各路候选人 究竟是助力还是阻力 美国之音法拉报 坑塔基州 鲍林格林报道 继续为您查过一则最新消息 就在越南的反华暴乱 持续蔓延的时刻 越南在星期五又公布了 中国海警船 撞击越南船只的最新录像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星期五从越南逃离暴乱回国的 中国人说 在当地的中国工厂 几乎是无一幸免 下面继续是VOA卫视的报道 越南星期五公布了中国海警船 冲撞越南船只的最新录像 这段越南海警 在甲板上拍摄的录像显示 画着中国国旗的海警船 冲向一艘越南船只 撞毁了船上的栏杆 在另一方面 尽管越南官方说 本星期的骚乱仅有一人死亡 但是路透社援引当地医院 工作人员的话说 骚乱至少造成20人丧生 星期五从越南逃离 暴乱回国的中国人说 当地的中国工厂 几乎无一幸免 所以我们这里面的工厂 都被砸毁了 烧毁了 反正大家会有一些concern 就是有一些朋友 比如去那个夏龙湾 然后他们可能就取消了 因为可能考虑到 是不是不安全 但其他的还好吧 反正晚上我们老是就说 就是低调一点 不要说中文 然后让我们尽量少出去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怎么用美语描述最近的生活 你还好吗 白杰 我听说你最近生病了 谢谢关心 我还活着 今天还是感觉不太舒服 S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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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Oутств正常 最近是起床,上班,回家,然后做饭,睡觉 最近就是比较无聊 Kickin' butt, kickin' butt, kickin' butt, kickin' butt 很不错的,收获很大的 How about you? How's it going? 你呢?我怎么样呢? Actually, I've been kicking butt I got a promotion last week And I think I'm going to get a chance to work in our Beijing office for a while I'm so excited Wow, that's awesome Wow,真是太棒了 好,请评论告诉我 你最近的生活有点无聊吗? Ok,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5月16号晚上的VOA卫视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稍后由您新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 祝您晚安 再会 MING PAO TORONTO